我身后这个馆是大红猫之旅 是盈盈乐乐住的地方 也都是一对龙凤胎已经在这里住的地方 所以这里就会有四只大红猫 我们将会有六只大红猫 可以令到大家不同的朋友可以看到 可以说老中和青的大红猫都有机会见到 我们觉得这一样是会非常吸引 近期香港海洋公园可谓是双喜临门 不仅将迎来新一对中央赠港大熊猫 生活在园区里的大熊猫盈盈和乐乐 也成功诞下龙凤胎 19岁的盈盈更是创下大熊猫高龄产子的记录 大熊猫热潮席卷全城 首次做妈妈盈盈能否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 抵港大熊猫以及大熊猫姐弟将取什么名字 海洋公园又为大熊猫们提供了怎样的生活环境 近期香港海洋公园主席庞建宜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分享大熊猫们的境况以及原方的规划 几日前两只大熊猫BB刚刚满月 大家都看到在我们的官方账号等等 都看到他们生长很可爱 也有黑白毛也挺明显地出现了 其实大家都很安慰 他们现在健健康康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留意着我们的官方账号 以及社交媒体 一直都可以给一些新的资讯 给大家看到他们的成长过程 因为他第一次成为妈妈 也是创造了一个世界记录 是做了最年长的初生大熊猫的妈妈 看到他都慢慢学会到 怎样去做妈妈 怎样去看护自己的一对大熊猫BB 大家也看到盈盈是对他们开户有加 所以无论妈妈和大熊猫BB 一对龙凤胎 他们都是进展得非常之好 不排除我们可能像上一次那样 帮盈盈乐乐 或者安安佳佳之前改名 都是找一些评判 一个评判团一起去改名 这一对可能我们会先选择 再之后就再帮姐姐和弟弟改名 不过暂时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觉得 姐姐和弟弟这个名字都很亲切 也都对香港的朋友来说是很熟悉 所以都会考虑 最近其实我们都有同事 就走了上四川 在七月的时候 就让他们和新的大熊猫 那两只大熊猫一起去认识 也都去了解一下 他们的有什么特性等等 再加上就是让他们可以尝试吃一些 我们香港用开的粥业 其实馆里面我们也都安排了一些 新的设施给这一对大熊猫 无论可能有些攀架 有些植物 让他们可以玩 还有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环境 但是都真的要看下他们下来 在一个馆里面 在他们自己的区 如何适应好 也都去熟习我们这一边的环境 让他们可以快点和市民见面 可能在年底那个期间 再加一些新的体验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不同的角度 或者不同的感受 可以去欣赏这些大熊猫 以及理解一下大熊猫的整个自然环境 或者各样生态 那我们当然也都会加一些打卡位 可以让不同的朋友可以来打卡 多些来海洋公园 认识和接触关于我们大熊猫的工作 有些关于我们大熊猫 将来쳐理解一下 最好的